好的,我们现在呢,来完成另外一个眼前的部分啊,多余的线团,因为它这个绿色线相对来讲,它比较好塑造,所以我们给它直接团在后边就好了,就不给它剪断了啊。 好,我们现在呢,来接着缝黑色的眼睛和绿色的眼圈的部分。 看,我们一边整理啊,一边缝合它。 好,我们下一个眼睛和绿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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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睛。 好的,缝合结识之后呢,我们就去缝它眼睛上那道亮闪闪的光芒啊。 因为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犀牛啊,所以它眼睛呢,这光芒不需要特别的大。 只要一道就行了,因为它的两个鸡脚啊,会在整体的这个头上呢,占很大很大的一个比重。 所以眼睛就会削弱很多,我们都不太强调眼睛了啊。 不用太多啊,因为只缝一下就行了。 我千万不要小小看这一下啊,这一下,它整个眼睛的这个,漂亮的这个感觉就全在了。 看,是这样的啊,一会儿缝到这儿。 留一部分啊,看,它是这样的。 没关系,事后呢,我们还会给它整理好的啊。 在这一部分呢,看看,往那个方向走。 先摆一下啊。 中间朝后的状态。 好,多余的呢,就可以剪掉了啊,不要了。 好,现在为止呢,它头上的所有的这些配件呢,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啊。 现在正好是一个最大的工程。 我们需要把它所有的位置都摆放好,然后再缝合。 也就是每一个部分啊,它应该出现在哪儿。 要有一个整体的比例,看上去最漂亮的才可以,对不对? 第一个脚啊,大家一定要记住,是缝在它的这个鼻子上的啊。 然后第二个脚是缝在这儿的。 然后我们把这个眼睛。 好有感啊,这个眼睛。 小耳朵。 你看,如果没有这个耳朵的话,它就显得不可爱了,是不是? 现在有了耳朵啊,才有一点点可爱的样子。 但是刚才看,甚至有点凶啊。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。 也很可爱哈。 为了让它整体,整体上更漂亮,我决定先缝耳朵啊。 看。 缝耳朵,大家一定要注意,耳朵呢,是它整体的最漂亮的一个位置啊。 所以,耳朵必须要让它非常的对称才行。 所以我们缝合好第一个耳朵,是非常容易的。 但是,到缝第二个耳朵,就会变得比较难。 因为第二个耳朵,我们没有那个,其他的那个位置啊,可以再有随意的这个乱动了。 必须要和第一个保持对称。 另外,缝的时候,必须要保证它圆圆的这个轮廓还在。 不能缝到这儿,那就不好看了啊。 一定要缝在它后边一点。 只要它有这个圆圆的轮廓,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可爱。 知道了吗? 好了,我们现在就正式的来开始缝耳朵。 就是缝在它轮廓后边靠后一点啊。 因为它耳朵呢,还是属于单层。 所以我们缝的时候啊,左右就要强调的多一些啊。 整个帽子好不好看,耳朵真的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啊。 一定要记住我跟大家说过的啊。 必须要保证它的前面是一个圆圆的轮廓。 缝的时候不要把耳朵往前跑,知道了吗? 一定要让它在帽子的正中间二分之一位置靠后一点啊。 你看,我们除了正面要缝,反面也依然要缝啊。 大家看,尽管这个帽子只有一层。 但是,我们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 两面都要缝,这样它的耳朵就会变得很挺阔很立体。 否则它就会软塌塌的,没有精神了。 好,复完之后呢,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不同位置的静针来调解耳朵的角度以及它的形态。 我感觉这个两个眼睛稍微往下。 再来一点显着更萌一些更可爱一些啊。 脑袋多留点啊。 哎呀。 你看,我们的边眼这位置啊,只要你强调的足够充分,所以你瞬间啊,就可以把它的耳朵的左右的朝向,能够做出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。发现了吗? 那,现在已经缝得非常非常结实了。 好了,我们要剪断了。 剪断之后,一定要注意了,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啊,就是稍微的调节一下它。 就是在这呢,把它刚刚被缝进去的绒毛啊,再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,看到了吗? 尤其是两个位置显接的地方啊。 好,第二个耳朵和第一个要完全一致,这是第一。 第二,角度也必须是一模一样的。 你看,索性眼睛啊,我都要摆好,然后在一个正中间的位置啊。 不光要跟第一个耳朵对称,而且要和其他的所有的地方啊,保持一个对称的状态。 各个位置都要考虑到。 好,几下就缝得很好啊。 关键是和第一个很对称。 缝合好之后呢,到正面呢,还要再重新调节一下啊。 因为它各个位置啊,角度真的是要考虑到一个对称的问题啊。 所以还是要和正面呢,相互比对一下。 你看,我感觉这个位置就缝得不够好。 但是,先给它这样一下。 这个地方缝得很好。 但是另外一侧,在这儿啊,时候我会给它缝好的啊。 大家认认真真地把两个耳朵缝好。 然后下个视频,我和大家一起把它的眼睛啊,脚啊,等等一起缝上啊。 好。